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民宿记的第六章 我的心渴慕上帝吗? 我应越认识他,心就越是渴慕 愿意单单属于他,根据他的原则来生活吗? 这章中讲到哪些人的条例 哪些人是根深一层分别为圣 完全归属上帝的人 上帝拣选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向他 不只是外表向他 连里面的性情也要向他 在哪些人的条例 就是将上帝圣洁的形象特别显出 要奉献做哪些人没有男女自别 只要愿意脱离世俗 更彻底地将自己分别为圣 脱离属地的一切原则和感情 活出属天生活的人都可以成为哪些人 做哪些人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甘心奉献 因为认识到上帝的恩典 爱慕赤恩的主 就甘心把自己献上 做哪些人的日子也没有一定的归限 端视许愿者的意愿 几个月几年或终身做哪些人都可以 然而当我们对恩典的认识越深 就越甘心沉浸在上帝的爱中 做哪些人因着爱上帝缘故 就轻看属地最美事物 别人眼中的极品 最大的热趣和享受 比如酒和酒有关之物 他都不喝 因那唯一让他心喜乐 灵快乐的就有上帝自己 正如保罗的见证 他是基督耶稣为至宝 甘心为基督丢弃万物 为要得着基督 哪些人的生活原则 不是根据人自己的习惯或喜好来生活 而是根据上帝的原则 他们是顺服上帝权柄过日子的人 除了发现终身做哪些人以外 其他做哪些人的都有一定的期限 这期限是根据他们所洗的愿 满了离书的日子 他们就按照上帝的规定 到会门门口献祭 献祭时的五个祭一起献上 这样的献祭表明上帝的容眉 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 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在献平安祭的时候 哪些人会在门口剃头 把离书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的火上 不剃头 让头发长长是羞辱自己 如今把羞辱出去 却在平安祭上把它烧了 这不是除掉羞辱 而是在恩典中恢复容眉 哪些人认识满足了献祭 表明多多人恢复容眉的过程 能从叛逆转到顺服 取用基督为他所做的 就进到容眉里面 当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哪些人之后 就可以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 你们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年造你 吃你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你 吃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这些祝福都是上帝对人的心意 因着哪些人的奉献 就把我们引到上帝 更深更广阔的祝福中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